下面我们来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乒乓球的身体姿势和站位 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 我们说乒乓球的基本姿势 是两腿分开 比肩要宽 如果说用个形象的说法 就像我们跑步 一些人站在一块 跑步的时候怎么跑得快 那么你就要想 你绝对不会站直 你不会这样去跑 你肯定起跑会慢 你也不会用这个姿势去跑 你更完蛋跑不快 那么你肯定就是把腿分开 可能前后分开 然后把重心压低 等待口令往前跑 这个乒乓球的姿势和这个情况大同小异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快速移动 怎么能够跑到最快 你就应该怎么站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就说你两腿要分开 比肯定要稍微宽一些 在乒乓球的姿势中 你的习惯就要威膝 收腹 当然你不能太爬 也不能坐在那个地方 这都不便于快速移动 那么它的基本姿势就是这样 两腿分开 习惯就要威膝 威威收腹 那么它在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要求 在正手位的时候 我们说正手进攻 正手拉弧圈 我们是左脚偏前 那么就是站在 这位置左脚偏前 右脚偏后 在正手攻的时候 是这样站 左脚偏前右脚偏后 在反手位的时候 在反手位的时候 要求两腿平行 或者左脚略微在前 而不要做成相反的 右腿在前 右腿在前 那么就说 在做反手的时候 我们看 基本上是这样讲的 左脚略前 或者两脚平行 不能右脚在前 正手也是一样 你不能是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这样站 这样站 这样去打 这都是一个错误动作 错误的姿势 那么在站位上 我们说正手位的站位 和身体姿势 和反手位的站位 是略有不同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站位 正手位的站位 是右腿略后 左腿偏前 你看就是这样站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重心交换 右右到左 对吧 打过来 这是正手弓 打过来 我们还可以拉 也是一样 左脚偏前 这个是站位 攻球和拉 都是左脚掠前 不能这样 右腿在前 腰就不能用了 重心在一个腿上 拉 就会出现这样 拉完 也是一样 重心在一个腿 没有重心交换 反手我们看一下 两腿平行 或者左脚掠前 而不是右腿在前 这个一推便现麻烦了 一推便过不去了 就摔跟头 推挡也是一样 左腿在前 掠前 或者平行 不能这样 出血者往往习惯 一定要拿回来 你要照顾正手 要照顾正手 横排也是一样 右腿掠后 是为了把正手位照顾好 很快的能够移到正手去 这就是正手位的站位 和反手位的站位的 一个基本要求 这种要求 是让它和实战结合起来 好